利用那個化妝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紋繡 的確可以改善眉毛的形狀 甚至眉毛的位置 但是因為它不能動到是我們皮膚的部分 有些地方還是要利用手術的方式 提名手術其實是針對我們 就是臉部上半部的一個改善的手術 那它可以針對很多種狀況做改善 當然實際狀況要看個人的需求 那其中最明顯的改善的地方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沒眼聚過鏡 就是當我們的眉毛到眼睛之間的距離是很近的 會給人家一個比較凶狠的一個印象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手術 將眉毛的位置提高 那第二個其實它同時可以改善 我們額頭部分的皺紋的情形 就是所謂的抬頭紋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也可以改善眉毛下垂 眼皮下垂等等的狀況 其實甚至可以改變一點 我們眉毛形狀不好看 例如像八字眉 甚至有些人更嚴重一點 會產生一個三角眼的狀況 這種情形都可以利用提眉手術做部分的改善 利用化妝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些紋繡 像是霧眉、漂眉等等的狀況 去調整眉毛 的確可以改善眉毛的形狀 甚至眉毛的位置 但是因為它不能動到什麼皮膚的部分 當你發現你眉毛紋高 可是這邊還是積了一塊多餘的皮膚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個很奇怪的情形 就是眉毛很高 可是這邊還是垂垂感很重 所以用霧眉、漂眉等等 或者是化妝的手法 的確可以做一部分的改善 可是有些地方 還是要利用手術的方式才有辦法好好的 做一個比較大的改善 除了手術之外 我們把手術歸類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但是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因為畢竟它輕度性比較大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微整的方式 還是可以做一點 你的維持或小部分的改善 例如像是一些緊緻療程 像是電音波等等的 可以幫助我們在做上半部皮膚的一個緊緻的時候 可以獲得部分的體眉效果 那同時也可以利用肉乳感菌做注射的方式 來達到一部分的改善 但是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 維持或者小幅度的改善 真的要做比較大幅度的變化的話 手術還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關於什麼是提眉手術 其實我們可以從手術的方式來介紹 提眉手術是一個總稱 就是針對眉毛過低 或者是一些我剛剛說的那些狀況 改善的手術 其實我們蠻常做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內視鏡提眉 它是利用比較小的切口 比較隱藏的傷口 來達到提眉的效果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傳統式的提眉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是一個前額的拉皮手術 那它的方式的話 就是做一個比較大的切開 那可以同時去除掉一部分的皮膚 所以可以達到拉提的效果 除此之外 還有涅布拉提 也可以達到小部分的一個拉提眉尾的效果 其實最近也蠻流行 或很多人詢問的一個手術方式 就是所謂的切眉術 方法會在眉毛附近做一個切口 來將我們的眉毛做一個拉提的一個效果 這些都是所謂的提眉手術 在這邊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所謂的內視鏡提眉 是利用我們的內視鏡的一個器械輔助 讓我們可以有比較小的傷口 比較隱藏的傷口 來達到我們的手術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四條小黑線 大概可以利用在1.5公分左右的一個長度切口 那乘以四個在頭髮裡面 所以在臉部是沒有看到疤痕 沒有看到傷口的一個狀況 那由此境去將我們前額的皮膚做一個分離之後 把我們的這個前額皮膚做一個拉提固定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手術效果 比較快的一個恢復期 那也可以有比較看不到的一個手術傷口 巴痕這樣 剛剛有提到就是所謂的切眉術 這個手術方式就相對比較小範圍 那可以改善的部分是比較少 但是有些人因為擔心手術的部分 所以他會想選擇比較保守的一個手術做法 我們在這個眉毛下面做一個切口 可以將眉下的這些過多的皮膚做一個切除 將我們的眉毛 與上面的一個抬頭肌做一個固定以後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手術效果 那這個方式呢 可以減少我們平常 大家常做雙眼皮做一個 切除皮膚的一個動作 造成的束後拋拋眼的這種情形 這個恢復期也比喻 切雙眼皮來的快一些 等一下 飛就網站 五號 十五號